大家好,我是三浦,今天继续讲这些与香港有关的新闻 英国扩大BNO的计划,这是一个福音,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时间 允许1997年或之后出生的年轻人独立申请 预料是会在今年10月开始生效的 根据RFA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英国政府就是在昨天24日宣布放宽BNO签证申请资格 记住,这个扩大BNO计划不是说你给你BNO的护照 是BNO,Visa,不是Passport,是Visa的资格 Visa,不是Passport,是放宽BNO签证的申请资格 容许1997年7月1日或之后出生,满18岁的香港年轻人 我相信这一班就应该相对容易一些去处理了 因为这个呢,97年7月1日或之后出生 你去到2010年加18,2028年,满18岁,那你2028年满18岁的时候,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持有BNO护照或者资格 记住BNO的资格,Eligibility,这个子女就可以个人身份独立申请BNO签证 无需再以受养人Dependent的方式申请 因为Dependent的话,都要随同父母整人全家一起去英国的 那如果,你父母其中一方有BNO资格 就可以个人身份独立申请BNO visa 不需要再以受养人Dependent的方式申请 英国政府预计在9月会修改移民规则 预计10月生效 同样呢,BNO visa是需要5加1嘛 5年有PR,一年可以申请合席嘛 这个资格是5年,一年之后呢 才是英国政府对不对现 OK 但肯定被你的BNO visa立刻可以走到 你看到英国看着香港局势 但是不断地恶化 他们要想一想,有没有办法帮多些 这个进步呢 这种前进的一种政策呢 其实呢,就是为及港人 香港人去到那个地方 一定会带给英国新的人口压力 职业的竞争会白热化 因为太多人去 一年12万 台湾定居是1680多人 那么多人 申请定居2021年批准的 如果你说居留的话 其实是11000以上 那么现在 Apple to Apple 比较 台湾一年批出居留的 11000多个 但台湾2350万人口 英国6800多万人口 就批了12万个 你想想英国的批得更加多 比例上更加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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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英国 会不会给到这么多的人 有BNO visa 都会拿到英国的护照呢 这个Testing stone 要在五年加一年之后 才会见真章 所以我不可以告诉你 他自己一定行 我自己不要相信英国很多东西 各项自己自己的判断 我就没有一些 给你们更好的资讯 但肯定有一点 这种放宽 给到年轻人 如果要走的 英国绝对可以走到 再说一次 97年7月1号之后出生 满18岁的年轻人 只要父母其中一方 持有BNO资格 这个重要 BNO资格 资格 记住它 就可以 个人身份独立申请 BNO签证 签证 不需要以Dependent的身份 就是受养人的身份去申请 一直推动修订的非政府组织NGO 香港Watch的创办人Benedict Rogers 欢迎英国政府作出大胆而道德的一步 填补BNO计划一直以来的漏洞 感谢英国国会和公民社会 收负出的努力 推动英国政府 履行它的历史 法律和道德的义务 帮助最需要的人 离开香港 英国政府 去年 一月底 开放BNO签证的申请 容许BNO持有人 和他的家人 申请签证到英国工作 由2021年1月开始 就有BNO visa制度 以来很多人申请这件事 可以工作 读书 生活 因为落到BNO签证的地方 基本上是可以 不用做事 不用读书 都可以做 在台湾来说 基本上大部分都要读书 除了少数特别的情况 不需要读书 除了全部都可以读书 而BNO visa 基本上你要交 当地的健保费 HS 基本上是 自由去居留 你可以利用这个BNO visa 去工作 去读书 去生活都可以 你可以选择 生活就病了 简单来说 读书 工作都可以 但一直被指未能够涵盖 1997年之后出生 没有BNO年轻人 英国执政保守党下议院 下议院的议员格林 Damiang Green 去年年底提出修订 国籍与边界法案 Nationality and Borders Bill 让BNO计划 涵盖父母一方 持有BNO资格的年轻人 当时还没获英国政府接纳 即是他有一方 持有BNO资格的父母 他的年轻人 去独立申请 当时 Damiang Green 我还记得我还报道过 是很惨 基本上这把人就没有了 后来这件事起死回生 就在 今个月中 二月中 上议院的议员 包括奥尔顿分爵 Lord David Elton 前港督彭定康 Lord Chris Patton 以及前司法大臣 范克林 Lord Charlie Valkonel 再次在上议院 提出相关的修订 彭定康发现的时候 更加怒斥力任香港特首 自己和家人或者和家人持有英国护照 而被迫害的年轻人就没有 是完全不公平的 彭定康是以 彭定康是以 Kristening 这个很有趣的字眼 叛徒 形容持有英国护照的香港官员 促请英国政府接立修订案 纠正问题 上议院就是这几个人提案 当日内政部代表 夏普分爵Andre Sharp 首次表示 英国政府将认真研究 帮助1997年后出生的香港年轻人 事隔一个星期之后 就传递了好消息 就是说 好消息就很清楚了 刚刚说过了 就是宣布放宽BNO签证的申请资格 涵盖97年后出生的年轻人 大家简单计算一个数 97年出生是一个什么概念 今年多少岁 25岁 就是今天也24岁 那你说我们今天算了 24岁未满25岁的人 参与运动的多不多 好了 他参与运动当时是多少岁 我们以2019年 我们以7月来算 7月1号来算 97年7月1号 去到2019年的7月1号 多少年时间 今天大家可以算数 当时是22岁 即是19年加3 22岁 对不对 22岁 22岁或以下参加这个运动多不多 多不升数 22岁或以下什么概念 大学生 大学生 中学生 除非你已经大学毕业 否则你当年2019年参与的时候 可能是23岁 24岁 25岁 这个情况 你通常都有BNO的资格 你爸爸妈妈应该申请到 而且你自己本身都符合申请的资格 如果不是 你是大学未毕业的 大把的人 当时大学未毕业的人参加了多少 中大理大保卫战是谁打的 你想想 大学生 大学生 你自己抉择 我不是线你去 你可以来台湾 可以去加拿大 可以去其他地方 我分析这么久 就觉得加拿大 英国 台湾是三个地方 最多的 澳洲 和去美国的人 不是没有 但是相对少很多 因为条件依然都是非常严格 好了 你说英国 现在的情况就是 大卖包 给这个做法 目的是什么 因为人口老化 有小资化问题 希望吸引年轻劳动力帮他手 而这班是一班优质的疑民 两文三语通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 根据香港监察 香港Woodwatch 早前发表的报告 超过九成 是因为2019年的抗争运动 被起诉的抗争者 年龄是25岁以下 部分人和家人正见不合 这个年龄是25岁以下 就是今年计 抗争那年22岁以下 就是大学生 部分人与家人正见不合 加上本人没有BNO护照 而要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 在漫长的等候过程中 是不可以工作和读书的 为什么我解释一下给你听 很多年轻人 我想是一半左右 其实他的家人是蓝丝 或者是熊帝 他自己就是黄 抗争 勇武 OK 他们没有BNO护照 因为他当年是22岁以下 今年25岁以下 根本上没有办法 在现有机制之下 申请到BNO护照或者签证 现在他唯一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就是拿着一本特区护照 进去英国境 然后说敲敲英国的门 我要seek asylum 通常英国机场 就要找你很多个小时 不定的 就要看他心情 和看你本身的过外是什么 很多个小时 可能十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 之后才批与不批你 或者 你落地之后 去申请都有 我不知道英国是否落地申请 加拿大好像可以 但英国好像不行 但无论如何 落地英国就要申请seek asylum 甚至要找律师帮你手 你一旦 你去seek asylum 因为你特区护照 你不是申请BNO visa 你去seek一个政治庇护 即你可能在英国的身份 就是一个难民身份 政治难民的身份 寻求政治庇护 其实这件事 很多人不想做 因为这是落眼的stigma 会贴在你的身份上 而成功机会不一定高 一旦失败 驱逐出境 分分钟没得回来 譬如加拿大是这样 你申请了这个政治庇护 失败了 被人驱逐出境 以后都不用去加拿大 什么理由都不用去 其实很多风险在那裡 成功机会不一定高 OK 反而你Open Work Permit Open Study Permit 成功机会大增 你符合赵资格就可以了 英国呢 OK 你要寻求政治庇护 在漫长的等候过程中 是不可以工作 不可以读书的 因为你难民 你凭什么跟人欠饭本 和学习呢 你读不到书 工作不到 那是怎样呢 是不是一天要拗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这件事的话 很多人都不想做 而且你要是否有政治庇护 这些手足 首先要将自己做过的事 present给英国 那有一些手足 他没被人拉过 但是做了很多东西 他怎样present你的情况呢 有没有录影带 时代革命有没有拍到他 占美立法会有没有拍到他 是不是 他怎样证明给英国知 就是他一个手足呢 好了 即使你有被拉过 那你有不同程度的嘛 有没有落 charge先 没有落 charge 怎样为了政治庇护呢 你怕些什么呢 下 charge 可能会好些 你有没有认信呢 是不是最后期间 你怎样走得脱的呢 有没有保释呢 保释期间怎样走得脱呢 可能要闻到打破 沙盘闻到毒 是不是和理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 还是真正的violence 那说真的又没有的 我觉得是resistance 他们觉得是violence 那怎么办呢 等等等等 你都担心 共谍滲透到英国政府 把你的资料勾回香港和中国 这些情况 在台湾会有这样的顾虑 在英部都有同样的顾虑 asylum 其实是一条崎嶇的路 高风险的路 说一说得好听 哎呀 我是手足的 asylum 事实上这条路 站在手足的角度 去看看这件事 未必对他们最好的 大隐隐于是 学生 工人 是最好的方式 不过 这条道路 以后不用了 因为 不需要 sick asylum 你知道97年之后出生 很多人在97年之后出生 97年7月1日之后出生 你知道爸爸妈妈 有 BNO的资格 不是户质 是资格 而你本身 就可以独立申请 不需要受养人身份 申请 是独立申请一份 BNO visa BNO签证 就是这样的放宽 所以这个是福音 起码救生艇这个计划 完全得以充实 所以这件事 很感谢英国政府做到这件事 预计BNO的计划放宽之后 这批寻求政治庇护者 将会最快受惠 脱离身份不明的状态 希望这帮人 能够真真正正得到恩惠 可以这样说 即是那帮人可能会撤回 他的asylum申请 然后申请BNO visa 相当好 OK 那这个是一个很理想的方式 英国我想是 民间五页里面 即英美加澳台里面 其实最welcome的香港人 由于他自己签了中英联益声明 搞到现在被视为历史文件 最后他现在要赎罪 所以这种赎罪的心态 导致英国也会卖大包的 即是他是一个海洋国家 也都是江真善美 所以这点是好的 但兑现的时候 不是这个时候 在5加1的时候 完成的时候才会兑现 密切观察住 还有英国也要防止香港人有共碟 用共碟 借着手足之名去做这件事 所以这个把关的情况 一定会随着时间的内容 越来越严 越来越警醒 那么香港人的形象 在那个地方也要做好它 希望各位 无论先来后到 无论是在台湾 去英国 去加拿大 来来去去 就是兜兜转转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但希望大家 在某个地方 都要记住 无论你 如何都好 希望你们善用到 那个地方的政策 去开花结果 花果飘零 凌根辞直 希望大家 珍重